所以今天是要进入到王夺的12奖 12奖之后后面还有八大三人金龙和邓世如 很快学习过的 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是董奇仓 那么董奇仓的风格大家回忆一下 这是董奇仓的话和董奇仓的书法 行书行草 董奇仓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留白很大 非常的散淡 很空灵 那么他整体的章法 就是在布白方面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达到一个 苏朗的一个极致 后来清代还有比如像八大 还有像这个二十世纪的红衣法师 那么到董奇仓这里 章法上的布白 开始起产生了一个新的拓展 那么这样的一种风格 我在上次课讲完了之后 大家已经体会到了 一定程度上吧 体会到了他的美感 其实我们书法语 审美于十剑客 重在对于这些书法史上伟大的 一个个的不同的书法家 他们的作品 有你自己的感觉上的那种体验 而不是知识上的一种接受 那么今天我们可能要讲的 就是跟他完全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端去了 我们看一下 尽管董奇仓的画书法都意境很高 但像我们今天要讲的王夺 对他的看法竟然是这样的 说因为董奇仓是学灵云灵的 他说话寂寂无余情 很安静 很枯寂 寂寂无余情 就像林云灵这么一派 虽然很有弹智 董奇仓也是的吧 董奇仓学的就是林云灵 但是不免枯干汪磊 有点病态 是不是 你看 他今天眼力是这么看的 病夫眼眼之息 比较虚断比较弱 即未知清秀薄弱胜矣 但是大家可不是这样的 那要有大家的风度气派 可不是这样的 所以王夺根问题也是比较犀利 这个话讲的也是比较犀利的 比如说面对林云灵 还有董奇仓 他们的书法 你敢这么犀利的 说这样的话 显然是不太敢 所以那么王夺显然 他追求的风格路子 他不是这个路子的 他是你看这样的 生气薄伐 很有气力 一眼看过去 你可能感受到一种气势之美 你强烈的能感受到 我特地找了一张 你不认识的字 找了一张草书 就是希望你能够强烈的感受 不要被 文字的意义带走 而要感受他 这种点画线条的力度 章法整体的产生的一种浩荡的气势 你看了之后 你肯定可以感受到 王夺最拿手的就是写长卷 写长卷和数 数周 你看这是他的两首诗 一个是怀远 一个是静夜诗 西周 这两首诗 写成两条 最后露款录在那里 落在这个左边这一条 写的这种 跟董基昌的那个空灵 散弹 大幅大幅 大片留白 就不一样了 再看这么一个局部 各位看一下 厚不厚重 下笔 董基昌是在写 他是压得很重 压下去了 所以王夺的这一种书法 跟董基昌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要带你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上次刚刚大家对董基昌 有了一些审美体验之后 那今天跟我一起要体验王夺 所以书法的这种美感体验是非常的精致细微的 需要你慢慢的去体会 然后这种美感培养起来之后 你对看别的那种美的事物 你都理解就不一样了 那么王夺的书法在书法史上面到底有多高呢 在历史上面甚至有人评价为叫后王圣前王 后王指的是谁啊 指的就是王夺 前王指的是谁啊 王熙之 你看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之高了 王夺是明末清初的时候 他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明代度过的 清代的吴修照在此路小传里面说 读书就是王夺的书法 忠未尽 民众当代 与董文明并称 董文明是谁啊 董奇昌啊 与董奇昌并称了 民众当代与董奇昌并称 你看 所以他的地位其实在清代的时候就建立下来了 吴昌说 吴昌说是清末明初的时代的一代巨匠 他也说文安 因为王夺去世之后吧 嗜好文安 两个文明 赵文明 董文明 他是文安 剑笔 盘脚痴 有明书法推第一 力量刚剑才叫剑笔 盘脚痴 像龙飞风舞 像游龙一样 很矫健 变化很多 有明书法推第一 这是吴昌说的评价 甚至后人还送他叫神笔王夺 这个地位就太高了 今天这个时代学王夺的人多吗 太多了 总的来说今天这个时代学习哪几个人的比较多呢 二王是比较多的 其次可能排他上号的《行草书》里头就是王夺了 他真的是 还有米符 那王夺本来就是学米符的 就比较多一些 那相对来说董其昌 学董其昌和学王夺的人哪个多呢 今天这个时代 学王夺的人可能要超过学董其昌的好几倍 好几倍要 非常的多 尤其是你要去看一个全国的书法展上 学王夺的书法作品 有很多的 你一看这是学王夺的 学王夺的 特别的多 因为我等会会讲 为什么原因 我们会讲 这是王夺的像 大胡子 看到了 他是1592年到1652年 活了61岁 他在清代度过了89年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明代 所以他的风格应该说其实是明代的 晚明的书风代表人物 可以说是 一字觉知 多得不得了 好什么 其实你想到什么 你就可以去 比如说你在北大读了四年本科 你给自己一年取五个号 四年就有二十个号了 是吧 你想到什么号好用 有意思 你就可以落款 就可以用 今天用完了 明天觉得不满意 明天再来一个号 本学习15次课 你用了15个号 我也不介意的 河南梦惊人 但是都是很有意思的 你发现了吗 号什么什么 是自己觉得有意思的 这个 就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王多也是比较有趣味的人 似称王梦惊 所以你的这个地名 叫什么什么的时候 当你足够的有名的时候 大家就称呼 李什么什么 王什么什么 张什么什么 就可以做一个称呼了 那么他的仕途大致是天启二年 1622年 就是三十一岁的时候 重进士 入汉林院树籍寺 后来 升到哪里 升到礼部尚书 也是能够官居尚书 那也是很了不得了 到了明代重征十七年 1644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是清代的开启 其实就是王夺为东阁大学士 二品到了 那么清顺治二年 也就是南京的明光 宏光小巢 宏光元年 1945年的时候 南京的首将赵志龙 叩首迎清军的将领都督进入南京 然后王夺前前一等文武数百元出城投降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在历史对王夺的评价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是不是跟赵梦福也有点相似 但是跟赵梦福还不太一样 他毕竟当时是在南京的朝廷 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后人好像对赵梦福在这个上面的评价 反而要更严苛一些 对王夺反而要稍微宽容一些 那么他到了清代是不是也做官了 当然是因为他想了清了之后 待遇也不错 顺至九年1652年的时候 也就是他六十一岁的时候被授予礼部上书 他在明也是礼部 在清后来也是礼部上书 但是这一年六十一岁的时候 三月病逝于故里 在老家河南病逝了 年六十一岁 然后四号文安 很有才华的才叫文安 文明都带个文字 文艺的才华高 才能有这个嗜好 那么王夺跟赵梦福有一点相似的是 因为他是试了缘 他是试了清 试了清之后内心也是很纠结 矛盾的 所以他也讲到自己 一哉人生六十不得意 胸中包藏五斗泪 你看 复日凌云还自吃 顶奈匡时心已碎 虽然居了高官 但是心已碎 还是会自吃 还是会五斗泪 你看 所以他在这样一种 心情的纠结状态当中 他的书法也跟他的当时的这种生命的 这种我说的预境非常的相似 也换我们说换个角度来说 他也就只有借助于书法才能表达他自己的内在独特的心灵感受了 如果没有书法 我觉得王夺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能够生存下去 我觉得就是在从王夺的书法当中 你能够感受到他那一种内在的有一种压制在里头 但是又想爆发出来 但是爆发呢 又不是直接的爆发 又会拐弯抹角的 非常含蓄的去隐忍的去爆发出来 他自己也说 字画诗文 无被子 既也 爱也 正也 是吧 哎呀 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既也 爱也 正也 文章正命达 所以 当然我们平时也能体会到这个 证 有些时候写不好 之后都把子都撕掉 也没体会过 写不好的时候 练了练着 特别是到了瓶颈期的时候 自己艺术自己不满意 看到别人写的好的时候 特别难受 都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也是自己的一种情感的寄托 但是又特别喜欢 喜欢书法 喜欢绘画 等等等等 喜欢自己喜欢的艺术 以及我喜欢古琴的人 还会喜欢弹古琴 又恨自己 又弹不好 这个 我觉得这句话也道出了我们 学习艺术人的 这 这 这开心的一面 也有不开心的一面 王朵也是一个 你看 画一画得很好 花鸟画和山水画 他都能画 这是一个长卷 花卉长卷 你看水墨的 用墨用的特别好 他不像沉醇徐味 那么狂放 他相似来说 虽然也写意 但是小写意 还是比较安静的 你看 所以他画画上面的功夫 下的少一些 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他的书法方面 你看这幅也很好 这是一个长卷 当然他也画山水 这是他的墨竹图 通常来说书法好了之后 学去画来 因为用笔是相通的 主要解决一个墨色变化和造型的问题 所以就有了一个核心的基础了 一旦造型问题解决 张法问题解决 那么画画就跟写字一样 也变得轻松容易了 你看这是王朵仿王维的雪景山水 因为在历史上面 山水画史上面 王维是雪景山水图的一位大家 防王维的 那么我们说他以书法建成 王朵的书法会擅长哪些书体呢 主要擅长历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那我们一般对于他的书法 建的最多的 那就是行书跟草书了 那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 可能对王朵的概念 并不是很明确 一说到王朵一下子想不起来 他应该有什么代表作什么 但是学书法学的时间长的人 有几幅经典的代表作 还是能想得起来的 包括他的历书跟楷书 很多同学说王朵的历书是什么样的呢 楷书又是什么样的呢 来看一下吧 他的历书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历书长卷 三坛诗卷 我曾经把这一幅作品推荐给很多学习历书的人 我说王朵的这一幅历书 也算是清代历书作品当中的一幅杰作 是非常棒的一幅历书 三坛诗卷 这是一个长卷 二十七厘米高 一米看上去好像很长很大 事实上一米五八的话呢 还没有这个作品高 还没有这个作品长呢 你现在看到我这个 投影投出来的这个图片是这么长的话 它其实大概只有 差不多这样这么长吧 二十七的话 差不多就是到这里这么高吧 所以这个已经是放大了 其实已经放大了 但是看上去很有气势 这个历书 历书的 基本上的特点就是上下留开大一点 左右挨得紧一点这个章法 然后开头是三坛 就是这么一首诗 这首诗也是很奇鬼 你看地灵生命世真容 以食肃然屡破金 你读一下他这个诗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诗 这个意象非常的独特 很齐显的 我们来看书法主要看 看这一个书法的局部呢 三坛 这是王读五十二岁的时候的历书 五十二岁的时候他当然成熟了 只是他历书写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写的少 但是他用笔是没有问题 你看他的字的结构 大量的采用了转书的部分结构融进去 所以显得很古朴 让你觉得不太好认 但是你一旦历书学的时间久 对历书理解深刻了之后 你就会看上他的历书 喜欢他历书的这种古朴 地灵生命世真 那这个坛子是这样 你看 都是古字 灵字这样一横是没有的 你看到了吗 这个生是这样的 他是不是故意搞怪了 他不是 王读其实对古字很讲究 他对后来古那些属体的这些历书字 他不太喜欢用 他更加喜欢用更原本的 最早期的那些字 所以他对字其实是很讲究的 倒不是他写错 他喜欢这些古字 各位看这个融字 里面的传书意思很多的 特别是这个金雷 这个雷字就是这样的 早期的雷字 后来才省略成一个底下 这个金字 它都是带有传书 所以我们说传书写的高古 如何才能高古呢 那你的字形结构有更多的 转书的字形之后 那么就显得高古一些了 至少在结构方面 我们不谈用笔 就结构方面 而且他写得很厚重 很舒展 他有意思的夸张了这些笔画 所以他的式是非常的开张 各位再看看这个轰 三个车 这个喷 而且这个供子 各位看这个供子是这样子的 你看写成 我们平时都那样写 它是写成这样的 所以这一卷 你要是学习历书 哪怕是从初学者 从这一篇入手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看 真好看 特别是 他特别擅长于写这样的 蝉头燕尾的横画 在历书当中叫波涛的波 叫波画 蝉头燕尾 蝉头燕尾 特别飘逸 过去 入笔下来 逆风 过来过来起来 特别流畅写出来 所以我把全卷都给大家看了 你看那个全字 这个供子又写成这样了 你看 它的字其实是更偏于早期一些的字型 还有这个人字 我还以为是个心 是不是 其实是个人字 传书的人字就有这样的写法 还有这个欲 术 这两个字完全就是来自于传书的字型 所以隶书想写的高谷 不妨多参用一些传书的形体 你要是写成这样的欲根书 是不是隶书 是隶书 但是你这个写的电脑体的隶书 没什么东西看 没有味道 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味道 你看 大家在看这个里面 但是隶书里头 是不是每个笔画它都要伸长 不是 它也是讲究的 有的伸长 有的不伸长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艺术的感觉 如果笔笔都伸长 那等于没有伸长 再看这一部分 它写的很放松 写的放松 这个笔画甚至有点破了 你看它也这样子就出来了 但不是每个笔画都破 偶尔有一两个笔画这样 那就有味道了 每个笔画都是这样破 那又成了一个弊病了 所以这个度的把握非常的重要 再看汪读的楷书 王读的楷书也是很写意的 他也是喜欢把传书的字型放到楷书里 这也是王读的书法的一个特点 而且楷书写的很厚重 他的楷书主要选哪几家呢 柳公子 欧阳巡 严真卿 主要就选这几家 所以你仔细看看 又有点柳 又有点欧 还有点眼 而且这个楷书常写的自由 很自由一些的 这是写意一派的楷书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也没有说出现很多的 像我们刚才那个同学写《行草》的比喻也很少 只不过写的时候 他不严格的把每个笔画达到一个标准的样子 并没有这样 这个作品就更小了 才21厘米高 21厘米高就这么点高了 字其实也不太大了 这么大 也就是4厘米左右一个大小的字 横1米65 看看局部 如果你要是初学写楷书 给你这么一个卷给你写一写的话 你可能就写下去了 觉得这个写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 像这个楷书很有鼓励 特别是这些转折的地方 他强调了这些有能有脚 强调了这些转折顿促的能脚 那么在后来的楷书当中 行书跟草书当中 王独为什么显出很有鼓励呢 也跟楷书的基础有关系 因为我们很容易都写的原调 他有这些转折顿促了之后 就不容易原调 这就是楷书的局部 这里有个字其实大家都认识 但是跟我们平常看到楷书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字 前面的钱 底下部分就是传书的字形 这个是什么字 一年两年的年 年字就是这样子的 也是比较古体的 那么这个钱字为什么上面会阴开呢 因为它写的是能 能是丝绸的一种 绢 能 灵本 这个上面墨上去就阴开了 不过这个阴跟你那个阴不一样 它里面是浓的 外面一层它是淡的 所以是有明显的笔画 它留在那里的层次感的 再看这个 你看这个也写得很厚重 这个楷书也写得 这个楷书是比较自由的楷书 写意的 最后面的这段提拔特别精彩 你看 哎呀写得真精彩 不高很矮的 你看很矮 21 你看但是这段提拔太精彩了 简直 你感觉以为是个巨幅作品 非常非常精彩 这段提拔 你要是领王朵 就这段提拔都足够零零几个月的了 这个成为范本 王朵还擅长小凯 我们看他的小凯 这小凯写的也是比较自由的 你看 上下来有大有小 称错落的 他也喜欢用字形比较简朴的 各位看一下 走的行字啊 这个移字啊 上面部分都是传书的形体 这部分都是 你看这个矮字 矮如也 这个是个刚才说的什么字啊 脸 与脸 与脸 特别的古朴 这是韩语达理艺书册 这个是王朵的小凯的代表作品 所以你要去找来作为一个范本去学习 完全可以 写小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字帖 我们再看看这个局部 是不是有看有没有看出传书的形体啊 这个位置就上面就是传书的形体啊 位置在挤 还有这个乐子 你看它是这样子的 看到吗 写成这样 心里很有趣味 所以他把小凯写的有趣味 趣味性就上来了 我们有些同学对小凯的理解呢 觉得每个字啊都要四平八文 都非常字字大小一样工整 那不就成了清代人像这样的管隔体了吧 那我们批评为什么会批评管隔体啊 管隔体不是他写的不好 他是缺少一点性能 缺少一些个性 缺少一些趣味 而艺术恰恰是要强调个体化的心灵和趣味的 它共性的东西它没有问题 你看点痕树皮辣完美 结构也完美 都很到位 但是他少一些东西 少灵魂的一种趣味独特的 对比一下王夺的看看 哪个好玩哪个有趣一些啊 你看王夺的多有意思啊 那我们说艺术的呈现就是应该呈现这样子的 是吧 个体的那种独特性的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有一些同学 因为我也各地去讲座讲课嘛 有一些书法爱好者会拿这个作品给我看 他觉得老师我已经念了十年小凯了 我已经写成这样了啊 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好 挺好 他说难道有没有什么批评意见呢 我说真的没有 因为确实是很好啊 然后我会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探索一样 跟这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他就觉得很难理解 怎么探索跟这个不太一样的呢 这就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 所以你的审美如果不能变化不能改变 永远停留在这个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你甚至会认为王夺这样的小凯写得太丑 太难看了 那就是审美的问题 是吧 那就没办法解决了 所以首先要解决一个审美的问题 你看王夺的小凯 他的味道趣味就体现了这样 你看 这个是个做梦的梦子 各位看一下 也是这个古体的啊 那个编有传书的东西在里头 啊桌桌的啊 那么他这一路小凯有没有来源呢 有 来源来源于中游的小凯啊 他主要学习中游 尤其是宣示表对他的影响比较大 当然还有颜正清的凯书了啊 颜正清的也有影响了 中游的小凯宣示表 我们在之前的课上提到过啊 讲王羲之的时候提到过 各位看一下 就这个感觉 所以中游的凯书被认为是凯书的鼻祖啊 被认为是啊 凯书的鼻祖 三国魏时候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王夺灵的 59岁他还在灵中游的宣示表 可见他之前也一直经常的灵 但这个特别偏爱啊 我们再把这个中游的字跟王夺的对比一下 各位看一下 左边是王夺的小凯 右边是中游的宣示表小凯的一个局部 很宽薄很有趣味是吧 所以我安慰你一下 如果你写不好欧体啊 写不好赵梦福啊 这个没关系啊 你也许就写好写好这个了 因为你可能保有本真的天趣还在 也许你写这个就很上手了 所以下次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也许你写中游写王夺这一路 会更加的上手 作为打基础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去写一写 这个比较规整的楷书 打基础的时候 那么掌握了基本的笔法和结构之后呢 你不妨去探索一下 像王夺这样 探索一下你自己内心深处 你最最适合哪个路子 就像我今天要讲的王夺的行书跟草书 上次讲到了董奇昌的行书跟草书 到底哪个适合你呢 你得要去尝试尝试 哪一个更加的契合就知道了 好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他的行书跟草书了 王夺的行书都是这样子的啊 你看他的行书带点草 行跟草啊整体感特别强 很少看到特别一个一个一个 他基本上的整体感非常非常融在一起 这是他的郑张报仪行书诗卷 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他还写过一个郑张报仪的草书卷 也是他的代表作 两个长卷都很长啊 这是竖条符 竖条符也是王夺比较多的 因为在明末这个明代的时候啊 这个由于厅堂的这个悬挂啊 房子高大 所以悬挂的作品也变大了 徐伟都有三四米高的巨幅 那王夺也有这种 三米两米的这种大幅 非常常见啊 这是他的行书 这是他的行跟草在一起的 1639年 1639年是他48岁的时候写的啊 你看这种竖条符 王夺最大的本事就是 把这样的竖条符写得非常的精彩 很多人都写不好竖条符 王夺就能写得很精彩 竖条符因为他这么一行下的 要有变化不容易啊 等会会讲到啊 前半话讲到有个人落款在右边的 王夺这幅作品是我们比较罕见的 一般落款嘛 写完了落款在哪里啊 在那边是吧 他这一行落款 你看王夺 孟金王夺 他落到这里来了 这是比较少见的这种作品 嗯 但你也不用每次都落在那边 是吧 这是王夺 好像就看到这一件啊 他的作品很多 王夺的出故和王夺书法全集 你可以看一下王夺作品数量非常大 他的每天可以想见他画在书法上的时间和精力啊 也是很巨多的啊 这是王夺的草书 你看下来 你仔细的观察一下 这一笔写下来写了多少个字哦 从第一个字开始起 永家这里开始起 永家这一行下来到哪里停住了 到这儿停住了 一笔下来的看到了吧 这儿又是一笔 第二行一笔下来 这里停住了 到头 第三行到这儿停住了 王夺书 这零的王夺书的 所以他都是长节奏 一连串飞流直下 写下来 不信你去试一试 你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但是你写的不太好看而已嘛 就是这个差别 而且每个字的分 让我们觉得你那个字没有单个字也没它那么好 这个是要极其熟练的对结构的把控的 做到每笔不失位 每个字不失掉 是很难很难的 那么王夺的这样的这个行草书的特点在哪里呢 你大概也有点印象了 我们把它提炼一下 第一点化 浑厚囚禁 这个浑厚囚禁 我解释一下大体上什么意思 静是刚见有力 但是这种力呢 它不怎么让你直接的显示流露出来 还比较寒冷 含蓄在里头 有一种韧静 不是那么脆的 所以我把它叫囚禁 很有韧静 第二呢 它很厚实 一般的线条 董局商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戏一些 它是很厚 很粗重 浑是什么呢 像传书一样 原魂古朴 原魂古朴 非常的厚实 又是一种有弹性的有韧静的刚剑之力 这就是我要讲的浑厚囚禁 各位看 你看王夺奉点仓 这个老乡亲的诗卷 这是一个局部 李登华拿到的字贴也是这个局部 前面都还有 一般写大字 拿这么厚重的 真的是比压 压下去了 咱们可以来试着来一下 比如说 大家看 这个里面有个滑 有没有看到 这个滑字我们一般写的话 看到吗 这样其实是比较常见的 它这个滑的话压得很重 你看压下去很重压的 非常重 它比比写大字 成着痛快 比它吃的比较 比在纸之间它吃的比较深 我们说入木三分 有的人入木可能只有0.5分 入木一分 王夺是入木三分 他感觉到笔风出进去 非常的深 像这种笔画 你看这么粗重 但是呢 看上去它又很放松 再看看力道 这个力道很足啊 你看到了吗 这个笔画在上面 笔风在上面搅起来 这种力度感 你仿佛能听到笔在纸上的 那个沙子的叉叉叉叉叉 那个声音 能听得到这种声音 我们一般写字是不太容易 写得出声音感来的 像拉线条拉出这种声音感 极其的铁画银钩的力度 但这个力度呢 它又是比较含蓄 含蓄在里头的 它又不刻露 这个是比较难 我们很多人写行草书就飘掉了 王朵基本上它就是笔笔呢 它在纸上呢 它能吃住它 比如说矿做 第一行 第二行清矿做 你看啊 清 我们写两下写行草 它就容易怎么呢 容易提起来 它是笔笔都吃住它 是吧 比比这样吃住它 当然要心里要有这种节奏才行 大家能体会到这种纸笔在纸上的这种感觉 但是同时它呢 它又不是咬牙切齿 用的是蛮力不是 它很放松 特别是小字也是这么厚重 这么放松 这是小凯 写的小凯字的大小的那种小字 你看一个印章有好几个字了 所以这是写个人的信杂手杂 这个写小字也这么厚重 这个就更罕见了 米符是这样厚重的 董奇商的 我们之前见到的 比较灵动 比较清秀一些 就不像这么厚重 连这个墨团都上上去了 你看这么重的 写得好 太精彩了 这个小字 这一幅 王独的这个手杂 我觉得这一幅手杂是它的非常精彩的小字 再看 这个行书制作诗 美美欲烟飞这个五绿的这个诗轴 你看整片都这么重 都这么吃住 但是那线条呢 大家看 它又没有什么三角形的线条 或者是太多的体验 它基本上都是像传书的线条一样 圆魂饱满的 我们看局部就看得出来 所以传书的感觉很强烈 它会写历书 传历是相通的 它会写历书 所以它这种线条都没有什么尖锐的 那基本上都是像传书的感觉 非常的厚实 我是刚才说的 圆魂 它的线条 点画就是比较圆魂的 它是不是有自己的理性的审美的追求的呢 有的 你看 王夺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文单 他讲到文艺的这个力度 文要生兴大力 大力什么 大力如海中生熬带八公西十日 这个五星树西九该 壮山山踢四海 天哪 这种口号你想想看 年轻的时候发狂的简直就是 是吧 所以它的这种实践 这不就是它自己的内在的这个口号的一个实现吗 它自己的追求 审美的追求 跟自己的艺术的实践完全是吻合的 所以它不是说是我随机碰运气的 它是有自己的审美的理性自觉的 这个是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们中场休息一下 时间过得好快 中场休息发自贴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面讲 刚才我们讲到了王夺的这种 对于力度的追求和崇尚 其实是有他自己的自觉的审美的追求的 这个在他的文章里面 文单的这一篇 谈文的这个文字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他的这个大力呢 跟别的还书法家还不太一样 它是比较内涵寒冷 同样呢它也是比较放松的 各位看一下 这个力写字啊 嗯 其实我们经常说 你在写着的字笔画线条没有力度啊 那没有力度呢 我希望你加一些力量 那加上力量之后呢 那个力又很容易什么呢 特别的扣扣路 能够一眼 能够感受到那个强大的力量 但是王夺呢 它是有很放松的 各位我们来可以找一些书法家做对比 比如说同样跟王夺同一个时代的书法家张瑞图 张瑞图的字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个性啊 非常的有个性 但是他的力度跟王夺的力度的这种呈现方式 表达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显得刻鲁一些 是吧 直接就像刀一样就出来了 当然这也是一种表现方式的作为书法来说 但是王夺的力量就含在里头一些 不像这么特别直路出来 这就是张瑞图跟王夺 虽然晚明的大书法家同样是 所以后人我们现在来看 那王夺的成就要高于这个 那跟这样的力度表现方式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张瑞图稍微走极端了一些 当然也是书法上的一家 大家的也是一个书法史上面 那这就是刚才这个 各位再自己看一看 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学张瑞图的 也有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所以写张瑞图这种个性极其强烈 风格这么突出的 你去学了之后呢 也有一个问题 就不容易跳出来 不容易从中走出来 这也是一个问题 再来看一看比如说黎元璐 黎元璐 黎元璐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呢 他也就隐身殉国硬汉 当然特别硬 这样的硬汉的字线条就特别的硬 当然我们也要跟王夺对比 王夺就要放松一些 当然黎元璐也是晚明的一位大书法家了 后来又比如说台湾有一个著名的学者 台靖龙先生 他就是学黎元璐的 我们拿他跟王夺对比 各位看一下 哪个放松一些 是不是右边的放松 王夺的这种线条要松弛一些 这个手上面 这个要紧一些 所以我现在让我学这样的 我就觉得要去灵过 我也尝试去灵过 就非常的不适应 心理结构不适应 很不适应 而灵这个的话 我感觉到还稍微好灵一些 所以这两个人手上这种肌肉的这种松紧感 其实是关心内在的那种心 那种内在的感觉 所以心跟手 二者其实是一致的 高度一致的 那是这么一个 再对比一下 左边是王夺的 右边是黎元的 那个我们就感觉到和蔼可亲 放松 这个就要紧张一些 线条感 所以他的这种力 是一种比较松弛的力 尤其是到了草书 王夺就更加的从心所欲 非常有余了 游刃有余了 你看 这个驾驭这个线条 下来 他拉直就像一根非常长的一根 钻书线条 所以写到我们说写到这个狂草写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 跟传书非常的相通 用笔笔法 我们来看局部看了明白 就这幅作品 他灵大王的草书 本来都是小字 他把它写成放大了 淋成竖条符了 特别的松 松不松 哎呀真松啊 这些线条 你一淋了之后很容易一会儿出一会儿戏 它基本上很匀称 而且转折变化很轻松自然 长 拖 江 粥 它还是有侧风的 你不要以为它笔风就没有变化了 全是绕圈圈不是的 上面是有半个字 木 这是个豹 奴 此 烂熟于心 这里一停 然后这样下来 长 拖 你看 江 粥 好松 但是它又比比这么厚实 所以这个力度的点特别难把握 你一使劲又过头了 你一放松线条又弱了 就是要这样很有力 但是同时又很放松 这样一种状态是特别难把握的 所以王夺才被推为大家 凡是推为历史上这种 跟王羽兹可以相媲美的类似于这样的大家的时候 一定在技术上面 在点画线条这些形质上面有它独特之处 看这个局部 我又抽了一个局部 助辱 松不松啊 好松啊 我们今天就是说写书法 因为太把书法当回事了嘛 就不容易放松嘛 注入 你看我们就很容易 我这个其实是比它紧一些 没有它松 这个松需要两个方面 第一 心灵的放松 手上很放松很放松 我照着他写的 我当然会比他紧一点 人家是原创 我是山寨 对不对 当然是要稍微比他紧一点 第二呢 他对于这个字法太熟悉了 要非常的熟悉 王独的这些林谷的这些草书 同一个贴语 确实会要林达几十遍上百遍 一出手就有了 古人说一句话叫鼻鼠未到气以吞 那王独林谷就是这种鼻鼠未到气以吞 所以他对于范本的字谷是非常放松的 一放松它就有了 放松感觉它就来了 他只有在这样一种熟练心跟手放松的状态 才能写出这么放松的线条 你看这个多放松啊 你再看 整篇都是这么放松写下来的 我们今天人学王独两个弊端 一个是把它写简单化了 以为是纯粹的线条 缺少了里面的顿挫翻折没有了 第二个是写的太狠了 没有它这么轻松有书卷气 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学的两个弊端 那么王独的第二大特点是自适其写 它是追求很奇特的 追求一众不同的 追求写的 所以它的字也没有一个字是正的 不像赵木福字偏正一些 它不正 我们为什么喜欢齐显呢 就像我们喜欢黄山一样 为什么天下之显 山水之显 山齐松齐云雾齐 对吧 你看那就是我们一般的看不到的 是非常独特的这种景色 这也是黄山 造化天公 这是流言的灌云风 一进去突然之间竟然是这样的 让你眼前一下子就生起了独特的感觉 这是灌云风 清代的画家石涛说 搜尽其风打草稿绘画 在石涛这样的画家来看 也是要追求 不是我们说跟黄山一样 要有一种齐显的意境 你看看石涛的山水画 独特吧 石涛真是个画家 真是个大画家 我们一般都是比较常见的 一看都乍差不差 但是石涛基本上每一幅画 章法布局 意境都不一样 你看这也是石涛的 好独特的 绘画史上总有一些独特的画家 书法史上 也有一些追求齐显的独特的书法家 然后我们的北大的老师 英芳先生 他画了一幅画 也很有意思这幅漫画 我为什么拿出来 因为他很独特 每当我写的顺手的时候 好像一阵春风吹过笔尖 那种飘逸感 就好是人都悬浮在雾霾中 大脑一片茫然 如醉若鲜 突然老伴喊 来电话了 我觉得这幅画就是很独特的 非常独特的 这个很有写的 那我们看东西觉得 这个有意思 我们没有见过 所以我们追求齐显 王独也是追求齐显的 他在文单里面 专门讲了怪 怪的美感 我觉得我们很多 这个喜欢凭证的 不妨体验体验怪的美感 通过文单这个也可以提到 怪者悠险真灵 面如背皮 眉如子能 口中吐虎 身上蚕蚀 力如金刚 身如镳虎 长大剑 披山抄海 他走天然地转 哇 你发现这个印象 你简直有点怕 是吧 非常的奇特 直美所谓 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杜虎说的 文公韩语 韩语说的 破鬼胆事业 所以他写字 胆子大敢写 那么这就齐显一路 历代的书法家 谁开创了一个头呢 王献之 之后是谁呢 之后是米福 米福的字 是学王献之的 他的字字起策 跌宕起伏 苏子战就苏逝 些无止经厌去 让他的儿子入关 他不舍不得不愿意 无今得之 不以恋 传世之物 岂可于 什么什么 清静之身 所以米福的字就很独特 米福的这个横幅长卷 无将周中式 很长的长卷 很奇特 奇险 王夺喜欢的不得了 特别喜欢 最重要的是 他竟然非常幸福的看到了这个真迹 看完真迹之后 还提拔了这么一段 这一段就是王夺提拔的 提拔米福的 米福这一卷是米福的代表作 大字的代表作 非常的精彩 这一卷就是王夺的提拔 我们来看看王夺的提拔这段话 他赞美米福 米福书本西县 原自于王夺书 纵横飘忽 非仙哉 对不对啊 非仙哉 生得难听法 不规规模拟 不规规模拟 取他的神 不取他的心 与我 我王夺 为焚香请握齐下 绝对的偶像崇拜 是不是太欣赏米福的书法了 我们看一下王夺的学米福很多的提 学完了之后也有提 你看他学米福学得真好 像米福的感觉 这种起策 没有哪个字都是这种 这其实就是他的性灵的呈现 独特的 每一个字都把它写活了 有那样的一种文艺思想 然后才有这样的艺术的实践 再看这一篇 步 波 开 落 起 无 每个字你看一看 齐显 很重 又奇特 非常的精彩的一幅 这是一个局部 那么这样的行书 跟我们今天有的人写的行书就不一样了 大家各位看一下 你以前你会觉得 哇写的好匀秤啊 好好看好漂亮啊 每个字 是吧 你就会发现在王夺面前 这简直就是不值得一提啊 可以这么说 是吧 稍微有点点平常了一点 现在很多电脑体也有行书 也有这样的 我们对比一下王夺的小字 你看 哪个是王夺的 一眼就可以照见王夺 那左边那个就是王夺的 这是真正的 艺术的精神的呈现啊 这个跟那个相比 所以我想 你们感受到了王夺了之后 就会感受到书法的那一面 你以前没有感受过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的体验会随着我们的课堂 你会越来越广博 而不会那么我们说的坐井观天 以为自己以前看到的就是最好的 其实书法的审美是有包容性 非常广博的 中国书法的博大也体现在这样 这是讲他的字式的齐写 那么他的章法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说极阴阳变化极自然贯气 也就是说王夺的章法变化到了极致 同时又显得很自然很自然 我们变化到了极致容易刻意 容易让人家看出痕迹来 但是王夺呢 那么的极端的 把阴阳变化推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 还那么好像一点都不费力 很轻松 就跟你聊天聊天一样 就写出来了 很自然贯气 书法的变化 我刚才讲了阴阳的变化 它其实就源自于阴阳队伍 要么没变化 要有变化 就必须 古人说的这四个字 阴阳队伍 什么是阴阳队伍呢 我把它总结一下 包括了这些阴阳队伍的概念 中风 侧风 提 按 缓急 这都是相对的 转折 取之 连断 长路 刚柔 肥瘦 疏密 有疏 有密 有肥 有瘦 有快 有慢 有浓 有弹 有弹 有长 有度 有转 有折 有贴 有按 那才叫变化嘛 没有这些怎么能叫变化呢 还不止这些 还有呢 有大 有小 有瘦 有放 有动 有静 有虚 有实 这都是阴阳的种种的变化 而能够把这些种种的变化 融在一起的在想法上 最大丰富的荣纳的书法家 就是谁 就是王夺 其他人也包容一些 绝没有像王夺容纳这么多 你看这个 当然王夺是学二王 学王羲之王献之的 王羲之王献之本来就有 你看王羲之的帖 二蟹帖 有没有大 有没有小 有没有轻 有没有重 有连 有断 有瘦 有细 有宽 有胖 有肥 有胖 有肥 什么都有 王夺其实在这个基础上 又往前推进了 又包容更多了 所以你站在阴阳变化的角度来看 王羲之的这样的范本的时候 你就能体会到 他的那种艺术美感 是跟你之前 不用这个视角去看 是不一样的 后来的人都好多的书法家 大书法家都看到了这一点 比如说 元代的大书法家杨维珍 你看他把墨色也体现了 酷实浓 那个干的浓的强烈的对比 方的和圆的在这里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侧风跟中风产生的强烈的对比 所以把阴阳变化在这里 其实杨维珍又是有推进了 又有推进了 这是元代 请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两幅作品 哪一幅作品更能体现阴阳变化的极端性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是明目清楚大书法家富山写的 这个是我一个学生写的 所以差别是很明显的是吧 而这个学生呢 我老是让他改变改变 他老是改变不了 我就建议他体验体验许位体验体验富山王独 然后就稍微改变一点点了 通过外在的力量来刺激他对于艺术的敏感度 因为他在学习书法的时候已经年龄大了 年龄大了 他那种审美的感觉 他不锐利了 其实是不敏锐了 看看王夺的 每个字的正齐 你都朝这边 你都朝那边 看到了吗 这个字式的正和齐 这样的正式在王兴师那里表现的不这么突出明显 但到了王夺的这里体现的很明显 这只是横幅 那束缚就更难处理了 这一行下来 各位看一下王夺的束缚 婆羊睡死 婆是朝那边的 看到了吗 羊字中间这一点 睡字朝那里去了 朝那去了 所以这一行下来 他怎么处理 有一部分字是朝那边 有一部分字是朝这一边 可不可以多朝一边 那可不行 都朝一边 那不像船一样 那不就是坐下去不就倒掉了吗 所以他必须为了维护平衡 他有的朝这边 有的朝这边 有的朝这边 各位仔细看一下 最后面保持整体的平衡 难不难 好难的 特别难 你不信你可以去试试看 我可不可以提前用个电脑计算一下 也是可以的 你去计算一下 但是呢 刻意的痕迹比较明显 它就不够极其的自然流畅 你还能 即时的自然流畅是不容易的 看看江中那几个字 朝这边 朝这边 那我说 可不可以第一行全部朝右 第二行全部朝左 那也不行 那样的话被我们发现了 你是刻意的 是吧 你太刻意了 你还要不流露出刻意 要既雕既酌 富贵于自然 这才是比较高的书法 你看王独这一幅 把提案轻重 全融进去了 墨色的墨团 重的重 轻的这么轻 你看这么重 这么轻 这么宽大 这么收的紧 然后收跟放的关系 连跟断 重跟轻的关系 在这一幅当中就体现出来了 在王独之前 没有人写数幅大字这么干过 王独开始 有这样的章法 他说他是真正的 还有人说他把字写也掉了 他说我没有啊 我不归归于行迹 我是真正的传承了二王的精神 看一下 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传承了二王的精神 左边就是王羲之的字帖 右边就是他的 你不要看单子 你看整体的感觉 确实是一致的 他就传承了王羲之的精神 所以王独是深圳的善学者 王羲之的时代 米服的时代 对于墨色的变化也没有这么讲究 到了王独这里 他连墨色都考虑进去了 怎么样走到极致 所以到了王独 墨色也变化到了极致 这个在墨色的变化 他在这之前有没有人呢 也有的 你看一下 黄庭坚写几个 墨没有了 再写一下 墨没有了 再写一下 也有墨色变化 再比如说王独的 这一部全是众墨 以前的书法家很少看到这么多的众墨的 写一两个就再墨众墨 但整体的厚重感不一样了 看局部 重不重啊 好重啊 这个墨 所以极轻到极重墨的时候 在王独这里向两极拓展出去了 你看这个字 你看墨 你可能会觉得那不是字不清楚了吗 艺术的表达 在这里已经是纯粹的艺术的表达了 他把墨色的变化推到这样的程度 最墨色讲究的就是这一幅 金山寺丝轴 写两个轻的 重的轻的墨 你看到了 在墨色的阴阳的变化当中 在这个金山寺丝轴里面 特别的跳 特别的明显 好看吧 有梦幻般的感觉 像画画一样 像石头的水墨淋漓感 胆子大不大 真大 王独说呢 怎么能不大呢 胆子就是要大 这要追求起 你为什么不敢呢 因为你本来就是没有这个想法 他没有这个追求 看看杜甫的秋信诗卷 这是一个局部 写下来写了照 没墨了 站一次 再写几个 这里一行写多一点 这里一行写少一点 你如果说每一次 站墨量一样大小 这样写下来 那又形成了规律了 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我这一次站墨多一点 我下次站墨少站一点 这样我少写几个字 然后就结束了 这样的话就会成成了一个 墨色的节奏的变化 给各位看一下 之前的书法家 没有像在墨色上面 能够像王夺这么表现的这么好的 所以它的微妙的层次感 是很突出的 这种微妙的层次感 我们说那比如说 你基本上是大跟小 他还有很小 较小 小 这个微妙的层次感 音乐的艺术也是这样子 重 轻 那个之间很多种层次 大钢琴家也是这样 大鼓琴家也是这样 他的演奏乐器的时候 那我们一般呢 达不到这个层次 王夺早年的时候 也是达不到这个层次的 后来才这个层次 会越来越像两极扩充出去 层次感越来越细腻微妙 那米符其实写横幅的时候 手卷的时候做到了 但米符的时代不怎么写 这一极扩充出去 没有这个探索 你看大 站这么大 这枝这么小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的都有 你看 轻重 你看 他的层次也很丰富 非常丰富 米符在横幅里面 在丰不丰富 非常丰富 整体的变化 大大小小层次粗陋的 那么王夺呢 他把束褂写出来了 而且是大字 很难的 王夺之前的人 你看 文真明写个束缚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让你写个束缚写一首诗 写行书也可能是这样子的 比较多 比较常见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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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的 是吧 文真明写草书 各位看一下 那这样子 他的草书也是这样 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一幅草书 写了武行 也是这样下来 与王夺同一个时代的书法家 黄道周 有变化一些了 章法上面 是吧 但他黄道周呢 基本上每个字呢 是什么样的 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没有说突然之间大脚这样子的 朝这样 朝这样的 没有 他基本上表现在左低右高的写式 单个字的话 就没有王夺那么变化丰富了 对比一下王夺 哪个丰富啊 哦 王夺一下子显得丰富的多了 这个里面 难啊 这个太难了 写的这样 写的特别难 这一百年里头 我还没见过写出来 这么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说当代书法家 当然很多天赋很高的了 也有了 怎么没有 当然有 二十世纪真的找不出来一个写条服 写的这么精彩的作品 找不出来 我们把他们两个局部对比一下 这种精彩程度 你也不能说他那个不好 但是我要说 从阴阳对我变化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确实比他丰富 细腻啊 而且很放松 写的很轻松 像游戏一样 我们把他画一个这个轮廓线 一行一行下来 王夺是哪一种啊 是这样一种 是吧 前面文正明的是这样一种 是那样一种 这是王夺的 各位看 一行下来 这不容易写的 我们看看他 其实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触而就的 也花了漫长的时间 努力 他33岁的 目前我们见到他比较早的 33岁的也是一流下来的直线啊 写草书啊 说实在的话 这个33代之后放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好作品啊 36岁的 这三年没有白练 发现了吗 有变化了啊 跟前面那个章法上面有那个变化在里了 这是36岁的 43岁的 十年磨一剑 坚持不懈 每天临帖 写一些 诶 不一样了 48岁 磨得更加的真灵了啊 显怪了 48岁 放在一起对比 最能见出这个轨迹来 嗯 33岁 43岁 48岁 越来越王夺啊 而且这个这个这个轴线的这种整体的阴阳变化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胆子越写越大 我们 我 我的学生 我跟他讲了课了之后啊 他也听懂了 然后他就想尝试的去向王夺去靠近一下 然后他也想把字是这样东倒西外变 我最近我发现他的别变变了之后变成这样的来出来了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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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 我知道他有 审美的自觉的这样的理性的追求 确实是有了 是吧 有没有这个审美自觉追求啊 很明显是有的 我看看局部 你会发现了吧 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要笑呢 因为你感受到他其实是刻意的东西 比较强 一下子就知道他这个 不是那么脱离了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书写 所以回过头来你可以想象 这其实你为了 有些时候为了追求单字这样的时候呢 你又不够自然 你要是顺其自然写呢 你又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在这个中间 特别难我跟你说 你考虑到单字的时候 考虑不到整体 考虑整体的时候 考虑不到单字 王夺 眉毛胡子一把抓成功了 这是 所以他是一代的宗师啊 才成为 你看王夺再回头来看的时候 你从阴阳队伍这个角度来看 看他的章法的时候 简直像做游戏一样 这么轻松自然 所以他是一个极致的阴阳的对比 在视觉上面具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啊 真的是 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他在章法上面可以说 我用了一个词叫章法游戏 因为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 他只要把那个大小轻重写出来 是不是第一个字一定要大呢 不一定 是不是第一个字一定要重呢 不一定 反正是上面轻了 我下面重再长和短 所以不停地做一个章法游戏 这是王夺的微妙 那富山也是章法的游戏 富山你看 这是富山的 也写得好 富山写得好 这是王夺的 王夺更理性一些 富山更加凭借着直觉感性一些 所以这样就会导致这样 感觉好的时候 富山是大师 感觉不好的时候 简直就是太一般 太一般 但是王夺那不一样 再怎么差的水平 平均水平都比较高 精彩的呢 精彩的 非常精彩 就跟富山的精彩差不多 所以富山说王夺这个人 学习书法40年前比较刻意 经过了40年的努力之后 很自然 就说王夺 我的这个学生相对来说 还比较自然一点 是不是 这个学生教的作业相对来说 这个作业还比较自然一点 是学王夺的 学的还稍微自然一点 现在我们来看 这里三幅作品都是王夺的 相对来说 我们说哪一幅作品最精彩一些 左中右 哪一幅作品最精彩一些 你能够感受到了吧 右边这一幅 所以你现在去找教科书 书目书法史 选的王夺的经典作品 这基本上就是其中一幅 那为什么会选这幅呢 我告诉大家了 从章法的教度来说 阴阳队友极其变化丰富 极其流畅自然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功夫不够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像王夺一样 多一些理性的东西 有意识的去追求一下 通过个五年 十年二十年 四十年的努力 你会慢慢的会自然起来的 尽管可能达不到王夺的成就 能够有王夺的十分之一也是可以的 这是富山的 这幅是富山的神品 如果富山的作品当中 推出五幅最好的草书 那富山这一幅最后浪书 我觉得就挺好 最后浪书 所以这是神品 整体的感觉极好 王夺最好的作品也就是这个样子 富山最好的作品也是这个样子 就达到极致了 写的非常精彩 神品 可遇不可求 富山清醒的时候是写不到这个样子的 所以最后浪书 当然也是要有基本功的 你不信你今晚回家去浪书浪浪看 一瓶酒下去自己就浪不出来了 肯定浪不出来 你别以为酒一定能够帮助你的 那不一定的 基本功也很重要的 那么王夺是怎么学习书法呢 他的学书法也有他自己的理性的方法 王夺这样的创造的大师 他很特别的宠古 特别要尸古 他说书法如果不学习古人的话 那就掉到野俗一路了 不信请看朋友圈 野俗一路满街都是 是不是 因为他们从来不领骨 我还建议他们领骨 他说方老师 要领什么骨 我要抒发自己的个性 抒发自己的情感 那行吧 我们没有办法说 编诺野俗一路 你看 如作诗文有法 然后合拍才行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叶 音乐也是这样 你要是没有六律 你怎么能正五音 音就不正了 对吧 你得要通过定音定准了你这个音乐才好 你看我们上二胡上台之前 先把二胡挡当挡当 你先要叫叫音 钢琴也是的 要叫叫音 音都不正 那就是出来的音乐 它就不好听 所以书法必须要尸古 不尸古就不行 王读林的非常多 王读就跟米妇一样 是走的是几古字的道路 什么奥王啊 这个颜真卿啊 唐代的一些 大家他都学过 这是林定五蓝亭卷 蓝亭卷有个定五本 王读这个作品 林的就是定五本 看下跟定五本对比一下 他是学他的那种感觉 他并不是完全跟他的行迹是一样的 各位看一看 这是定五本 这是王读的 是日也天朗气清 会风合唱 观宇宙之大 复杂品类之盛 各位对比一下 林的好不好 林的也很好 这一幅 而且林的非常的从容安静 但是又把那个味道 灼灼的味道写出来了 再看林王询之的 这一幅就林的神采飞扬 范本都没有这么神采飞扬 对比一下范本 林王询之 五十一岁时候林的 完全成熟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再造了范本 那是范本 我们经常会唱歌有翻唱 我觉得这个就是翻唱好于原唱 我觉得原唱的精彩度不如这件翻唱的精彩 翻唱好于原唱的例子其实也挺多的 好 这是王读林记之文稿 记之文稿 在林的圈上的 很细腻 所以它上面有文路 林的圈上面 我们对比一下 找个局部 对比 他把那个感觉找林出来了 并不是一个字跟他一模一样 就对照的时候 中廖胡连 你看 但他的布白里面也出来了 这种字的感觉全部出来了 很潇洒的 林的也很精彩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 王读林的记之文稿 跟原作一对比 感觉就是这么回事 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对照 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整体一看就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 所以王读他自己说自己灵贴 一日灵骨 一日应勤锁 勤锁的意思就是要创作探索 一天去灵骨 我今天灵骨 还有一天我就要开始创作探索 这也是我教学生经常用的一个方法 你得去创作 不管什么阶段 你得去创 你创了之后就能检验自己灵骨 灵的塌不踏实 要不然的话你慢慢慢慢指灵骨 不去探索创作的话 自己的那个艺术的创造的思维的灵性 就会慢慢削弱的 敏感度也会削弱 好 这里那么为什么不是一个月灵骨 一个月禽锁呢 为什么不是这个问题呢 因为你一旦这样间隔时间长了之后 他容易切断范本跟我之间的艺术感觉的联系 你今天你马上明天还是手还是热的呢 你一个月之后你就不热了 这个一个月的 就慢慢慢慢 长时间不灵铁很容易就回到自我的习气了 所以一日灵铁 一日应勤索 是我 我觉得很多学习书法人的一个 帮助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方法 其实是 我们看一看王夺 三十四岁龄的王羲之的书法圣教旭 圣教旭是我们学习行书的一个重要范本 王夺也灵过 这他三十四岁龄的 三十四岁龄的 三十四岁的时候龄成这样 我们可以想象 一日清索一日龄创作 那他三十四岁的时候 创作也跟这个差不多 这是怀仁金王圣教旭 对比一下 其实也不是很接近很像 但是龄的也挺好 有骨有肉有血的 怎么不好 有神采也非常龄的很好 这个时候的创作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 这是同一本书 同一本创 一边灵一边创 三十四岁的时候的创作跟灵贴高度一致 圣教旭他后来就不灵了吗 灵 灵了一辈子 再看他五十九岁灵的圣教旭 五十九岁的时候 艺术感觉越来越充盈 然后呢 对于艺术的理解不一样了 书法的理解不一样了 他凌晨就凌晨这样了 三十四岁跟五十九岁 相差二十五年 同样一个字帖 这二十五年还是有进步的 你发现了吧 那个是他早年龄的 更加接近范本 这是后来龄的 就不太接近范本了 所以灵贴从王多身上 还有无数的这个古代的大家身上面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启示 灵同一个范本字帖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一定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变化的过程 而且是跟创作是同步的 王多的这样的五十九岁的时候的 灵贴跟范本 其实是一种再创造 但是又不能离开这个原本的东西 离开了这个根之后 他就无法再创造 所以灵贴灵的后来是灵谁呀 灵自己 自己跟范本之间的那个中间的 而中间的位置 一开始是偏向于范本的 而越到后来是越偏向于我这一端 这就是灵贴的一个本质的问题 看看王多五十多岁时候的创作 你远看一看 你很难分得出来哪一个是创作 哪个是灵贴 事实上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这一幅是创作 那一幅是灵贴 灵贴跟创作是不一样的 是高度吻合的 我讲错了 这是高度吻合 所以王多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总结一下 王多的问题就是解决了小字展大怎么灵 它不是一个成倍率放大 它要去掉好多的细节 更多的存一些骨干骨骼的东西 这是小字展大告诉我们怎么灵 小字展大怎么解决单字跟整体章法的关系 在王多这里也得到了解决了 以前写大字绝无像王多这么精彩的 所以束缚的大字在王多这里 整体的气势很丰富 整体的气势很磅 很大 同时细节又是很丰富 这二者是很矛盾的 我们考虑到了细节丰富之后 整体就不一定好 整体好和细节好的 这个人就是王多 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 同样 他的字是很齐写 但是又不是刻意造出来的 又是书写很自然流露出来的 这一点就更难了 我们的同学有些时候就为了最具齐写 最后面不自然了 当然就要有个过程 一辈子打磨 他的学习书法的方法 一日临帖 一日阴琴锁 这个字应该去掉 好 回到一开头我讲过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学习王多一路的书法作品 更容易入选书法大展呢 强烈的视觉的冲击力 是不是 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刺激太强烈了 你看这个视觉感 书法不就是首先是满足于视觉吗 看吗 你挂了老远一看 你看董吉桑 回到董吉桑的竖条符 各位可以看一下 董吉桑竖条符写的精道吗 精道啊 也写的好不好 也写的好啊 但是我们如果展天里一摆 我们把它跟王多摆在一起 你首先看到的是谁的 王多的 董吉桑的就显得更平淡一些了 所以董吉桑放在暗头手绢 玻璃柜里一放 暗头一放 慢慢把玩的时候 特别有味道 但是摆在展天里远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王多的 一挂 这种气势 所以他们两个是两个极端 董吉桑是这一端 虚弹的一端 王多是那一端的 是雄魂的那一端 上一节课我们恰恰讲的就是 虚弹的这一端 今天我们来了一次过山车 跳到了那一端 王多就在那一端 告诉我们那一端的景象是什么样的 我发给你们 其实我发了一个字帖给你们 就是这一个版本字帖 你不用写多的 你只要写两个字就可以了 写随道也可以 写色术也可以 写种术也可以 就写两个字就行 我们那个助教注意一下 不用写多 我那一张纸用大笔写 素的 没有格子的那个纸 就写两个字 挑两个字就可以